猫烟的就是这辆白色轿车 大量浓烟串了出来 浓烟大多集中在左侧 意外发生在宜兰县台九县苏澳军人公墓附近 驾驶表示开车行径此处时 发现这里水深及脚踝 许多车辆经过都见起水花 没想到自己开车行径开到一半 车子突然抛锚 还串出浓烟马上停了下来 忍不住建议相关单位应该要针对低窝处 立起告示牌提醒用路人来听听驾驶的说法 如果公务局知道的话 要请他们高的改善一下 驾驶表示当时开车准备要回花莲 怀疑是道路积水较深 导致车辆受损抛锚 驾驶在风雨之中处理爱车 因为现在苏澳的雨势也变得越来越明显 零星状况也越来越多 在苏澳国中这里同样大雨滂沱 校门口前楼梯 因为这里的高低落差 从低小角度一看 变得像是小步步一般不断往下流 此外七星里的践行步道路口处 也有土石冲刷下来 还不买一旁的道路 民众健壮立即通报 就怕影响用入人安全